继小时代系列 绝技换成之后 小四郭敬明的又一部青春畅销大IP 下至未至 昨日也在京宣布要拍成电视剧了 作者郭敬明担任艺术总监 而该片男主角毫无意外 有小四的好朋友陈学东当刚 都说进水楼台先得月 交情好机会也就多呀 找到第六次合作了 想必又是小四你亲点的吧 就是发动很多的跳水啊 读者粉丝心一种最适合的人嘛 那所以其实他们的那个数据里面 东东一直都是 我票最高的一个 所以他们当时就 直接联系了东东 我感觉是比较后面才知道 是他找到我说 那个小四你这个书要改变电视剧 找到我 我说 我说靠谱吗 对他问我 他问我靠不靠谱 因为我跟四爷合作的项目 其实他找我和人去拍的 就是小时代的绝技 两个电影项目 其他的项目 大多都是通过这篇方案线来 找到我们的 所以 我跟四爷还是先把 绝技这个项目做好 却了解东东这次在戏中 饰演不善表达 却承担最多的傅小丝 而女主角夏至 则由郑爽当刚 当天短发look亮相的郑爽 相比以往更显清纯可爱呀 而在整个发布会的环节中 郑爽状态也是相当不错 积极配合 不过在最后 小顾问到她情感状况时 咱爽妹子回答可不是很爽快呀 就是感情上也没有什么阴影了是吗 什么感情上也没有什么阴影了 是走出来了 走出来了是吗 什么时候呀 就现在的感情状态 对 我觉得每个女孩都是吧 其实女孩还挺简单的 有的时候找到一个人 觉得这一辈子都会很幸福 那女孩全是幸福 应该就这种方式 那我应该也不知道是应该寻找 还是应该等待 那你更倾向于寻找还是等待 我都可以 但是不知道该点 用拳一乐 期待爽妹子找到好人家 北京报道 我都可以